这个衣服的来历也有效的 我们现在穿着长袍大袖 大领大袖子 这叫海青 汉朝人的衣服 那么在家一领一袖 一袖绣花纹 代表身份 代表级别 而出家人呢 穿素服 就是没有花纹 没有花纹是平民百姓的 所以诸位要晓得 这个服装本来不是出家人穿的 一般中国人通通穿这个服装 为什么现在我们还穿这个服装呢 满清入关 就统一了中国 这是满族人统一中国的 在过去帝王是汉族人 这汉人向满人投降 投降里头的这个时候的时候提出了条件 这个条件就所谓是五不祥 这个五种不祥呢 里头就有一种在家人投降 出家人不投降 秦政府也同意了 出家少数嘛 所以出家人呢 依旧穿明朝的服装 所以诸位要晓得 出家人现在穿这个服装是明朝人的服装 明朝普通百姓的服装 真正出家人的衣服啊 就是这一件皮衣 我们先用扣环子 这一件的皮衣 这个才是叫出家人的衣服 那么只有在发挥奖金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衣服搭在这个海青的上面 这个要懂得 所以在明朝时候 出家跟在家衣服是一样的 只是体统 衣服上没有花纹 差别的实体 因为在家的时候戴帽子 出家人体统 所以现在穿上这个衣服 就变成出家人的衣服了 这个要懂 这就是衣服的衣服 提及有衣服的衣服 里面 我先让衣服啊 坐在衣服的衣服 这就是内衣服的衣服吗 感谢观看